以前我的房间也是杂量无章 经过两年的断舍离 现在我已经逐渐能够保持房间的整洁了 为了剪接的生活 我觉得减少物品和不增加物品同样重要 所以这次视频我将分享以保持房间的整洁 避免增加物品的小技巧 这个频道主要是记录我两年前开始断舍离的过程 如果你也对家里的物品感到有加力 或者是不知道如何很好的收拾而没有动力 请关注一下这个频道 让我们一起改变和物品的关系 来实现更加简单轻松的生活吧 那么我们开始吧 不增加物品的技巧一 不浪费立即使用 当我们对家里的物品进行分类时 可以分为三类 日常使用的物品 有用还没有使用的物品 不再需要的物品 有用还未上使用的物品 你是不是想着以后可能会用呢 或者等待合适的机会再用呢 比如不再使用的礼服 太久不穿的高跟鞋 化妆品样品 商品券 赠送的毛巾 不用的餐具等等 特别是那些赠品 会让人觉得像是沾上品一样 藏在角落里 如果你觉得以后再用 但这些物品不会因为时间而增值 那为什么不现在就用掉呢 用过之后 如果觉得并不理想 不好用 就可以满上舍弃 不要让它继续占用我们的空间 不要让它继续占用我们的空间 所以想着以后再用 可能再用 那不如现在就用 不浪费 立即使用 就是不增加物品的小技巧 不增加物品的小技巧二 立即行动 大家是否有过物品 跌加物品的经历呢 比如放在地板上的包包 周围逐渐堆积了很多的杂物 或者仅在桌子上放了一份文件 结果呢 就是文件越积越多 这是为什么呢 每天每天 我们都有很多要做的事情 不觉得非做不可时 总是觉得麻烦而拖延 就这样呢 越积越多 所以我选择不着借口 而是立即行动 比如 邮寄的新件 当天拆开 不需要的就丢进垃圾桶 回到家脱掉的鞋子 要立即放进鞋棍 包包里的物品呢 也要确认 是不是有垃圾的存在 购买的东西 要马上开封 放到固定的位置上 不用的物品 也要放回原味 虽然立即行动很麻烦 但如果放置不管 物品就会很快的移出来 所以呢 不要放弃 立即去做 这样才能保证 家里时常的整洁和方便 不增加物品的小技巧三 外出时 不遗忘携带必用的物品 外出时 你是不是有忘记带的东西呢 必须用的情况下 是不是只好购买 以前我也没觉得怎么样 买就买吧 但从断水里以后 给自己订了尽量不买 哪怕是一块钱的东西 这也让我有意识 买每一样东西 是不是给自己带来负担 假如说雨伞 圆珠笔 手指 这些常用的东西 家里是不是有很多呢 不仅占用了家里的空间 那份钱也花出去了 所以我希望减少外出遗忘物品 每次出去 希望不是慌里慌张的找东西 或没有时间检查 是不是带了要用的东西 我就时常把这些必用的东西呢 放进包里 每天回到家确认一下 是不是用完 需要添加进去 特别是现在的梅雨季节 我每天都会在包里 放一把折叠伞 为了避免携带的负担呢 我选择了一把特别轻的伞 每天出门前再检查 是否遗忘了它们 并然如此 前天带领去牙科 还是没有预备戴口罩 虽然大多数地方 都不要求戴口罩了 但那个牙科呢 要求戴口罩 其实这几年 我一直有预备口罩放包里的 最近开始携带这件事情了 所以前天被说是 发现包里已经没有了 不过这次它放过了 我们说下次别忘了戴口罩 不增加物品的小技巧四 深思熟虑后再购买 深思熟虑后再购买 好自是理所当然 怎么这么说呢 我想大家都可能说 我买的每件物品 当然是我深思熟虑后 在购买的呀 在说什么呢 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 你所买的每件物品 真的是好好考虑后再买的吗 因为我也一直觉得 自己是深思熟虑后 才买的每件东西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 买 不买 买 不买 好自在深思熟虑 每件物品买回来后的打算 你真的认真的考虑 这件物品真的需要吗 就是你觉得 你可能会练瑜伽 就事先买回来 留家服务 你认为你一定会 每天打卡跑步 就买回来一件 运动衣服 你下决心想学好英语 就事先买回来课程 这些都要考虑自己的时间 精力 财力 耐力 你开始了吗 你坚持下来了吗 所以 物品才会不断地增加 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深思熟虑 做出判断 现在呢 我在购物前 一定要进行 购物前的各种的检查 下面呢 我列出了一个检查的项目 缺点 在你可接受的范围内吗 有可以代替的物品吗 价格会不会勉强 是否有后续的成本 一年后还能满意吗 比较过其他的商品了吗 有存放空间吗 维护简单吗 没有它不可以吗 如果是确实需要 并且实际会使用的东西 我认为是可以增加的 但我会在确认 检查项目的同时呢 深思熟虑地做出判断 前些天呢 我买回了新的料理的筷子 和小煎锅 是因为我每天 给孩子做便当都需要 一旧换新的必需品 就不要犹豫 马上买来 就可以方便我们使用 不增加物品的小技巧五 学会管理 家里的体重 家里的物品 不仅仅都是购买来的 还包括一些赠品 得到的礼物 因此所有这些物品 加起来构成了 加的重量 我们都知道 空间和物品的关系 而重量也是体验 一个家是否轻松的 关键因此 因此呢 通过在管理 进出物品时 想象家的体重 可以实现 不增加物品的生活方式吧 不增加物品的小技巧六 是购买能够使用完的费量 因为想要任何东西都买得便宜 吃费 常常会选择数量多的东西 但结果呢 就是长时间用不完 不仅占用空间 也会因为过期坏掉而扔去 而且即使留下的剩余的物品 有时也会忘记它们的存在 然后再次购买同样的物品 虽然控制每个单品的价格很重要 但保证购买的量 能够完全使用也同样重要 因此呢 我会在价格便宜和 能够使用完的量之间进行平衡 选择商品 不增加物品的小技巧七 适当地放弃 清理物品时都会有一种 还想要更多的现象 比如说 想要这样的房子 想要这样整齐的收纳空间 想要这样的家具等等 看到住在简约 而又时尚家里的人呢 是不是很羡慕 但是毕竟人和人的条件 住的地方和审美都不同 因此适当地放弃很重要 并不是说不要有理想 而是要面对当下自家的情况 现在不一定拥有的态度 可以让物欲平静下来 我深有体会 特别是因为我家有了两个孩子之后 比起不断追求改善现在的住所 把时间去追求自己的喜欢和舒适度 也许更好 今天分享了不增加物品的七个小技巧 虽然这么说 我也并不完全能做到 现在我依然喜欢很多我没有的东西 有时也会不自觉地增加物品 但想想自家的条件 还是算了 如果这个视频能对你有所启发 我会非常高兴 最后依然感谢大家拿出时间的陪伴 我们下个视频见